排队的饭馆不一定好吃 但是不排队的饭馆一定不好吃 提到香药美食 各位第一反应就是香羊牛肉面 肉多 味重 回味无穷 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 太香了 作为和兰州牛肉面一样牛叉的派系 今天 铲帽 演唱过去几二代? 几二代 我今年都快七十多了 六十七十了 六十八了 我们老一代人家都八九十了 现在有儿子生华肉 他们接着在干 我在找个园 交给他们去做 我也没做过联合仪 Zither Harp 夏秋 节奏 有两个地方 这份部有约60银 我买的好 每天大概用量大概用量是200斤左右吧 200斤左右 这个叫混迷群 混迷群叫你叫你家 还把人家都把人家都摘牛摘药 牛肉牛杂的都比较新鲜 每天大概买个500斤左右 500斤左右 500斤左右大概1500-1600万吧 1500-1600万 500斤左右 高兴而来 开心地吃 总得满意 人家的牛肉面就是 牛肉品量非常多 而且都是每天新鲜的 麻辣鲜香调的味道很均匀 性价比超高 缺点就是人多 有一点特牛 来他家吃的都是奔着牛肉面来的 因为地理位置在一桥头 人流量大 排队的人多 牛肉牛杂都是在旁边现场制作的 疫情前呢都只是拍到中午 就非常任性地关门了 今天生理男人做 血情血珍惜 他们家也把生理时间 用长到晚上 穿山的雨滚 都遇到 都遇到 不遇到 耳边 说 爱我又不得 只为这一句 我单唱也无缘 遇到 二天 不赏一下 可以可以 站下 下去